2020年10月15日, 聖大德勒撒纪念, 尼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:"和哉,你们法学士, 因为你们拿走了智慧的约时, 自己不进去,那愿意进去的,你们也加以阻止。 分享 耶稣贼那些经师, 他们熟读圣经, 天主圣言, 你应有了知识的约时, 应该带领众人和自己去认识和爱慕天主,进入天国。 可惜他们有了这知识却没有履行责任, 反而骄傲自大, 自以为尊, 以世压人, 迫害天主的先知, 带同人离弃了天主的道, 终必被天主追讨害人的血债。 天主已经借圣经向人宣布了自己的救恩, 圣语第九十八篇就是叫我们应为此而欢呼。 保禄告诉我们,天主创造人, 更因圣子耶稣的血而收人作义子, 在基督内成圣。 似人圣神, 又想人智慧去明白天主的奥秘, 就是万有总归于基督,世人的元首。 天父, 天父, 你以圣神激励了圣女得难, 使他为教会指出完美圣德的途径。 天父, 求你赏赐我们借他的奋惠而受益, 并在我们心中燃起修得成圣的心火。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, 阿曼, 罗拔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